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用过这些盘茜茜 是的 帮你拿棉森 不要不要有用的 我用来做盆栽 留意今天的圆藝教室 Natalie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一盘的盆栽分几个部分 植物泥 还有一个盆 没错 盆子承托泥土 而泥土承托植物 而泥土亦会为植物 提供水分和养分 对于大部分家里来说 不会大到可以 开花床种植物 我相信如果在家里进行绿化 放这些盆栽是一个主要的选择 我又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听过3R 3R会不会是 request,require和redu 我相信你一定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我想到了 是不是reduce,reuse和recycle reduce就是减少使用 reuse就是物尽其用 recycle就是循环再做 有没有想过 其实盆栽和环保都可以有缩冷的 今天我带了一些家里的小盆栽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全部都很滴饰 是的 我先讲一讲这一对清酒瓶 有一天我经过一间卖清酒的店 看到这一对清酒瓶很有趣 因为它可以斜放 所以我买了一对就回家 我就喝了清酒 就种了一些金叶角 在里面 很有趣 它有点生放回这个方向 是的 原本不是这样的 我就利用了静蜜的向光性 去处理了这个金叶角 当我们种的时候 原本它是这样扯出去 那我就把它背向了方圆 过了两个星期左右 它就这样咬出来 也很有特色 对吗? 嗯 很有趣 好了 看看这几个 你猜是什么做的 有些文字在上面 是红酒室 没错 香港很多朋友都喜欢喝红酒 可能你开完红酒之后 它就掉了 原来都可以用来做一些盘栽 再看 这个很简单 我用三个红酒室 用铜线把它固住 在后面那里 加两支牙签 顶住 上面就还有植物在 那你知不知道植物如何来 又是一粒 然后放进去 是的 原来这些空气凤尼 它开完花之后 它就会在底部 就会生一些BB出来 那我就把它撕掉BB 就放在这里 不过要做一样东西 我要用电钻 就把它转到洞 那变成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空气凤尼 放在上面那里 很漂亮 好像一个微型图景 是的 狐狸也很简单 不用施肥的 那你隔天 找个水壶 噴一噴水 它就生了 非常适合我这些懒人 是啊 现在潮流流行走速 我在家找到一些饮桶 就没用了 就剪了九支不同的长度 我们需要一些铜线 转过去 就形成了这个 好像金字塔那样 将它接合有些三楼 这个是一个书签 我就用来装饰 然后我用一个挂架 这个就做好了 除了以上的环保盆栽 在日常生活上 还有很多物品 都可以循环再用 更加好似甜品碟 清酒杯 只要加一点心酸去改造 再放空气凤尼 青苔 或者佛甲草上去 这样就可以成为 点缀我们家居的小盆栽 记住一件事 我们要在盆栽里面 转拌 为什么 沙水 没错 厉害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盆栽 是不是很可爱 好像水泡 是不是有些夏天气息 有一次我在一间花店 看到一个类似造型的浮水盆栽 我觉得很有趣 我问老板 要多少钱 会收二百六十多元 我觉得很贵 于是我就回去 找了些材料 让我找到 于是我买齐料 回去做它 很简单 我们有一个玻璃容器 用了两个水泡 加了几种不同品种的网民草 再加一点水生食物 教大家如何处理这些网民草 我现在先用这棵绿色 先把它拿出来 轻轻把泥拔走 然后我们要洗干净 将在根部的泥土完全清洗 清洗之后 这棵绿色干净 现在我们把它放在玻璃水泡 然后把它放进水盆 另外我加了一些淮叶瓶 再加一点水芙蓉 另外也有些小浮瓶 做了一盆 这么有味道 这么清凉的水上盆栽 最近我看到有很多不同的R 除了只有3R之外 还有Repair 我们将一些物品去维修 所以延长它的寿命 有Refuse 我们拒绝使用一些非环保的物品 我最近又听到另外一个网上讲了 很有意思的 它叫Refin 反思 我们会想一想 究竟我们会不会在一个盆栽里面 反思究竟和环保这个议题里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玄藝教室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